我还治不了你们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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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 你别跟着我了 宝贝 我求你了 你别生气了 你别跟着我了 宝贝 我发誓 这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 乖 回家逆去 我们俩在这说话 爱着你什么事了 当然爱着我了 那我今儿还就爱着你了 怎么着吧 我就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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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了吧 姑娘 你口味真重 我 我没力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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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总算清静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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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那小孩 叫我妈 这孩子长得真先老 我是成年人 成年人的灾难 你要在这干什么呀 我练国标啊 国标我看你像鼠标 我这个人啊怕乱 想亲近亲近 啥意思啊 我们素不相识 初次见面 你就要跟我亲近亲近 亲近 真是向游新生 你人是猥琐的 心还是猥琐的 好难不跟你们斗 你能站起来呀 谁说我站不起来了 那你干嘛坐轮椅啊 我愿意 我站着头晕 按我晕 你晕 你可以回家去啊 太冷清 嫌冷清去热闹地方坐着 我嫌烦 你这老太子比慈禧都难伺候 你伺候过慈禧啊 谁伺候过慈禧啊 大妹子 这么个事啊 我必须抓紧在这儿练十分钟就行 不行 因为我跟我伍伴约好了 十分钟之后在这儿见面 哟 就你还有伍伴呢 没张眼睛吧 七个 七个老太太天天追我屁股后边 强烈要求要给我做伍伴 我不愿意 那一个个长得雪白雪白的 跟公主似的 七个白雪公主 和一个小矮人 还是个童话故事 瞧不起我是不是 你看我下面这动作 一大大 二大大 三大大 四大 看见没有就这个动作 风靡社区的陀螺舞步 我发明的 我的一名就叫小陀螺 怪不得我这么想臭你 我说小萝卜 什么小萝卜 小螺丝 什么小螺丝啊 小驼 我知道 小驼鸟 这是我的地盘 你不能在这跳 你这老太爱那么霸道呢 照你这么说 这都是我的地盘呢 你的地盘 你在那电线杆子底下留记号啦 你 我 我今天还就在这练了 咋的 还我就不信那鞋了 猫腾桃就跟着一起来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天安奶就你和我的爱 妹妹何时让我度过你呀你的河 我求求你了能不能不捣乱 好吧好吧 猫腾桃就跟着一起来 妹妹对面唱着一支甜甜的歌 完了完了 哎呀我的妈完了 这嗨歌我练了半年了 让你一句把我嗨歌里爬不上来了 哎呀你这老太太 啥意思啊 你还想打我呀 我是说你只剩五分钟了 哎呀 哎呀可不是 大妹子你看 这是我孙子 长得真像你 是我孙子让我给他买的娃娃 让他陪你玩一会儿 然后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 你不捣乱行不 我们一起看爷爷跳舞好不好 好动 哎呀 哎呀 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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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喂你笑什么呢 我没笑是他笑的 别笑啊 嗯嗯啊 你跳吧 一大大 二大大 三大大 又怎么了 他笑死了 爷爷跳舞跳得多好看呢 这孩子真淘气我说的 爷爷是在等他的舞伴了 要不然你给爷爷当舞伴好不好呀 我想起屎 怎么了这孩子 怎么回事 好了好了好了 不给爷爷当舞伴了 不当了不当了行不行 他把孩子给委屈了 你俩玩得挺欢的 我好意好意拿着娃娃 我让他陪你玩一会儿 我踏踏实实练一会儿 结果你俩联合起来玩我是吧 你还不让人说话了 就你那舞跳的 那是恶心他妈给恶心开门 恶心到家了 这老太太说话嘴够损的 一个人过呢吧 你不也单身吗 你怎么知道啊 看长相 就我的长相 七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 那不是童话故事 那是恐怖边 我伍伴给我来电话了 伍伴你到哪了 用不用我去接你啊 你不来了 不是你怎么不来呢 咱都说好了 你决定跟老张头做舞伴啊 不是说好的事 你怎么能说 行 没关系 你不用考虑我 好 祝你们合作成功 好 说好的玩意儿你 说变就变了你 您高瘦了 我今天还小呢 才七十 您都鼓戏了 喂 喂 老王大哥 我小陀螺 老王大哥 你们那牵手观音还缺人不 太好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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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不就拢胳膊抖了手吗 我可以站在最后一个抖了 那还看得见你吗 你要相信我站在第一个也行 那就成牵手蜈蚣了 喂 老王大哥真不行是不是 那行 那你们那高敲队还缺人不 高敲 太好了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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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个去 哎呀 不就踩高敲吗 你告诉我踩多高对吧 啊 两米四的啊 天哪 那是竹竿上插一土豆啊 我说啊 您都鼓吸了 还瞎折腾什么呀 生命在于运动吗 错 生命在于禁止 你看那王八 一动不动的活多少年 你别看王八 你看我 我还是看王八吧 我过去就是个病秧子 就是因为跳了广场舞之后 这身体才好的 大妹子 你这叫退休综合症 新一年身体就发年 越不站就越站不起来 人必须得接地气 得经常下地磨磨 越磨越健康吗 越磨越短吧 我简直没有办法跟你交流 好了 好了 回家吧 今儿没人带你玩了 是 没人带我 哎呀 喝 哎 哎 哎 谁说没人带我玩 咔 咔 国标舞蹈队的赵队长 亲自给我来电话了 哎 你能看见不 能看这上有显示 你要再嘚瑟人就挂了 喂 赵姐 你给我打电话 是不是咱们舞蹈队 终于要我了 不可能 不是 那个 你是给我三个月时间 让我找伍伴 可是那齐个老太太 谁死活都不愿意跟我提药 这咋回事啊 不是 赵姐 只要让我去就行 我到那可以帮你们 开衣服订盒饭呢 订盒饭当然是我花钱了 不是 赵姐 你在家等我 我马上过去 咱姐俩好好合计合计 行不行 你没在家 这不就是你家坐鸡电话吗 嘿 我这抱我脾气 不是 赵姐 我求求你 你听我说 咱们那个 赵女士 您有点欺负人吧 啊 我是谁不重要 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跟我玩什么 聊战呀 他不就想跳个舞吗 那我告诉你 他有舞伴 对 我就是他的舞伴 什么 你让我们俩现在就过来 我们还就不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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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是我的手机呀 不是 你过来 啊 我告诉你 小菠萝 小陀萝 从现在开始改了 我早就想改了 我告诉你 小拖鞋 我到底叫啥呀 我想起你叫啥就叫啥 我听你的 你给我听好了 小骆驼 哎呦我的妈 这会儿杀人了 哎 大妹子 你怎么站起来了 像你这种站起来 都像没站起来的人 都站起来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 再不站起来 不是这站起来多少人呢 这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伍伴 真的 真的 我连我的艺名都想好了 我的艺名就叫 小陀螺 那我叫啥呀 你还叫小摩托呀 我又改车了 行啊 车就车吧 伍伴 接下来 旋转吧 小摩托 我彻底疯了我 你的心 你大哥 你 我与你 你 你 我跟 你 你 我 我 谁才会在 朋友们 一起来 朋友们 一起来 开始立志 一 二 三 抢 抢 铁锤妹妹 我们正立志呢 干什么又要分手 一会我打给你啊 三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 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 对嘛 活着要怀抱理想 理想就是有他自己的房子 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 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 这套好楼牌这套好物件 我现在推荐 真正楼牌了我们最后一年成立志 我们继续自己办法铁 始维才能得到天安门了 我们继续说的 哈咯 还没有说完呢 哥哥们等一下再卖房子啊 该唱我们的荔枝歌吧 对对对 好 来 预备 等会儿 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我们不能再怕她 嗯大声唱 好 预备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唱啊 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你弹啊 有你在我身边 我的天哪 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冷静 都活着呢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 简直是厕所里跳高 过分 是 怎么又是我 老太太 火 脸这个瓶 长得跟井盖似的 今天 没去飙车呀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 井盖啊 我问你 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 还没分手啊 谁叫电钻呢 多难听啊 我女朋友叫铁锤 我天天在楼底下 听你们俩打电话 闹分手 你是要死要活的 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 每天让人蹬一回 你自行吃啊 谁让人蹬了 我们可好了 昨天晚上 我还用了九十九个肉丸子 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他感动了 他没看见 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我明白了 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几对我没有用 我们可好了 下雨都在一起淋着 到家一看 我还行 再看铁锤 生锈了 生病了 我就伺候他 我给他吃药 给他倒开水 把我自己烫着了 给他心疼的哟 没事没事 你不怕开水烫 我把你的气门下来 干什么呀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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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你这是干什么嘛 把他搞成这样子 好好说话 你想咋的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 一天到晚唱那歌 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不是 我那是练海豚音的 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你海选的时候 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我跟你说 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你没有未来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 是五千斤四千九 人送外号 淘太郎 什么 什么淘太郎啊 谁叫淘太郎啊 我有一名 你知道五月天吗 嗯 我叫六月雪 哎呀 怨死你 我不怨哪 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不就他们俩吗 他俩不配 我有粉丝团 我六月雪的粉丝 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 叫雪 雪纳瑞 狗啊 哎 井哥 哎 你那肉丸子 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你吃那么多 哎呀 别闹 谁撕你丸呢 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 我的粉丝叫雪栓 啊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栓在一起 所以叫雪栓 哎呀 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都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 他们对我可好了 你看 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大蒜 什么意思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 往后火辣的台风 你想多了 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大哥 包外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哎哎哎 去 其实太大了 哎呀 哈哈哈哈 老太太 您对我们有意见 我理解 我们呢 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 立志 您觉得吵 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细腻 我们认为啊 有梦 是要大声的说出来的 我们相信 理想 深圳道端 真正直行的给我们提供 前进的动力 给我们指示 前进的方向 停停停停 你能慢点说话吗 你那嘴是租来的 着急缓吗 好好好 慢点就慢点 老太太 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 我们相信 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 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 我们冲冲冲冲冲冲 一直冲 我们就会成为 马桶 穿公车 老太太你这么聊车可没朋友 老太太你这 等等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 唱歌可以 但别出声 跟我试了不行 用你试啊 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我不遛弯 哎呀 我都签了 老太太 咱就别个子漏了 咱发大招吧 给唱跑 好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身手就能碰到天 拥有你在我身边 让生活 铁唇妹妹 干什么又要分手 分手了 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 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又要钱呢 点屋子呀 点屋子要一万多呀 两块钱一个呀 两块钱四块钱 六块钱八块钱十块钱 十二块钱 这是屋子上长了个脸呢 铁唇妹妹 还有重头发呀 咱去年不是重过一次吗 都死了 没事没事 咱还剩一圈卷发 也特别的没人 一圈卷发 杀和尚啊 金金金金金金 别紧紧 铁唇 美女的呀 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 真的 真的是个老太太 这怎么还不信呢 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 你帮我证明一下 你不是个女人 你好 我是她丈母娘 对 她跟你开玩笑吗 天主 真的 她这个人好看 我再帮我证明一下 你再帮我证明一下 事儿挺大的 不是我丈母娘 行不行 求你了 爸比 你要去哪里呀 那我去死吧 贴水 贴水 不是 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我 陶太郎 你换个理想吧 就你那歌唱的 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 你都进不了千三 不是 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那比什么呀 比的是惨 我老惨了 我有老多故事了 对对对 来 快 给老太太说一个 这位学员 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 给导师惨一个 来 评委老师 我有病 我看出来了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 全身粉末性骨折 粉末 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我是人 诶 诶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 老太太 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 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诶 诶 诶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评委老师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没有 那就对了 我从小就体弱 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 早产了九个多月 孩子 嗯 你那是没回上啊 我是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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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 你看我的 来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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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想啊 什么时候 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你配一把呗 我咽不下这口气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啊 我早晚会成功的 等我有钱了 我买一个八十平米的大房子 我们哥仨一块住 每人三十平 这也不够分呢 对对对 是多出来十平米 那到时候就孝心给您住 哪多出来了 怎么没有多出来 你想啊 房子不是八十平米吗 我们哥仨一人三十平米 不是九十平米吗 九十减八十 多出十平米吗 给您住 好吧 孩子 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怎么胎教 你听我给你算吧 你看算了吧 当你的小三吧 再见 被蹬了 没事 天涯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何必担恋一铁锤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铁锤 哎呀 哎呀 老三 老三 我摔了十年的铁锤啊 没事 十年的 哎 真是十年磨一剑 人 老太太 你干嘛 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你想加点自然吗 我的天哪 大哥 咱拆他的轮椅吗 你干什么呀 我们不怕失败 他打不垮我们 你不就是被蹬了吗 没事 我们再给你找 对 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喜欢干家务的 身材好的 毛发旺盛的 这样的好找吗 好找 鸡毛懒子 然而 坚持唱下去 记住 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对 血栓跟你一辈子 哎呀 这个故事最惨 大哥 你肯定会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一套哪够啊 两套 三套 四套 五套 五套 体育编刀 好兄弟 好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去吧 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 去吧 拿行李 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老太太 跟您说实话吧 我们今儿啊 就要走了 上哪儿去啊 哎 房租涨了 今年 都涨好几次了 我们实在住不起了 要回老家了 这两年 给您添麻烦了 抱歉 其实啊 今天 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 在一块儿立志了 吵着您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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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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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搬家公司在下面等半天了 怎么还不走啊 房总来了 收拾好了 这就走啊 孙子 你敢涨房租 哎呦 别骂姐呀 这是 奶奶 您怎么上来了 奶奶 哎 她真是个孙子呀 你要涨房租 你缺钱吗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吗 你又惹什么祸了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 有了 那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的 你能不能不这么住人为乐 我问你 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租给一狗收藏的 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 晒点胡萝卜什么的 特清静 胡萝卜 真挺清静 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 这仨孩子住在这儿 虽然闹腾点 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 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 也算是 有人陪我说个话 你可倒好 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 你当我是蛇精啊 你 你这是要哄他们走吗 你这是冲我来的 你哄他们一试试 奶奶 我可是您亲孙子 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你看看你 你再看看人家 他 为什么努力卖房 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 他 为什么努力唱歌 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 他 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 为什么呀 你们孙子都差不多 你是孙子 人家也是孙子 同样都是孙子 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奶奶 您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 您别生气了 老太太 什么老太太 叫奶奶 奶奶 谢谢 甭谢 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住着 房租什么时候有 什么时候给 奶奶 等我们实现了理想 就给 那就甭给了 跟你们开个玩笑 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 嗯 那么就干嘛 赶紧接着立志吧 哎 哎 哎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 想做的梦都不怕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大声欢笑让你我肩并肩 何处不能欢乐无限 好会烦恼勇敢的大路向前 我就躲在舞台中间 我相信我就是我 我相信明天 我相信身手就能放到天 有你在我身边 让生活都倾斜 每一刻都尽快安分 I'm doing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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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哇 哎呀 哎呀 几国欢庆过大年 家家户户庆庆团圆 今年过节不收礼 鼓掌的2015正大钱 哎呀 财迷真多呀 这天好冷啊 我的家在东北 花 花 大渡高原 在那青山渔水 姐 快冻死了 大妹子 跑我们东北避暑来了 这还蹲着一位 谁蹲着了 我站着呢 我说 你们这出租车都哪儿去了 这个点都回家过年去了 坏了坏了坏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是新年了 我十二点之前 必须赶到我女儿的单位 这可怎么办 着急吗 要不我开车送你去 反正我闲得也没啥事 好啊 你车呢 这呢 这是车呀 我还以为谁把鞋落这儿了呢 你 黑车吧 我不是黑车 黑车要钱 我不要钱 你还想要点别的 不你这人吧 你 别解释了 别说是黑车 挖掘机我也得坐呀 幸福大街你认识吗 今天我就录过八次新闻 干嘛干嘛呀干嘛呀 看摄像头 警察同志 他就长这样 别做鬼脸 我没做鬼脸 长得太惊悚了 警察同志 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的 您就找他 不行 我还得照照片 我留个证据 人呢 还是我蹲下吧 拿行的 大妹子照相可以啊 可别往网上发 我怕别人误会 我有外遇 想多了小朋友 我想多了 你想多了吧 我长得像坏人吗 来 捆上 干什么这是 系上安全带 捆成这样 我还能安全吗 你就僵着点吧 大妹子 我这车是九首的 别说安全带 就是四个轱辘 都是后配的 哦 这车是用饭盒改的 我说 你自己怎么不系安全带呀 我 我不用 怕勒脸吧 你呢 应该安一个宝宝椅 大妹子 你这人说话嘴够损的了 坐稳了 车灯没亮 等一会儿 嗯 亮了 升空灯啊 不管咋说 亮了就行呗 哎呦 坐好了啊 我开始飙车了啊 正月里来 失心 娘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停 咋的了 我这咔咔了一胸 你是光光壮脸呢 请问 您有本吗 还有本吗 没本谁敢开车呀 你看 第一天拿假照 哎哎 还有二十分钟 就第二天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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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 哎 好 哎呀 你 你行不行啊 什么行不行 赶紧推一把 什么 推一把 我让你推车 你推我干嘛 你想得美 我下去 行李还在上面呢 你趁机就把这小饭盒给开走了 你怎么那么不相信别人呢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我还不拉你了 我要再拉你 我就是狗 是狗也是吉娃娃 哎 有没有着急回家过年呢 没出租了啊 我可以开车送你们回家 有没有 交警队走吗 走 上车就走 你好 你好 你涉嫌非法营运 我们将依法散购你的车辆 不是 那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你误会了 我可不是黑车 你别说话 这位女士 你好 你好 请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呢 我 你猜 总不可能是夫妻关系吧 他是我老伴 你老伴 什么老伴 老伴 他要是你老伴 他叫啥名 姚明 又是他 他 就他吧 他 坐来 对 对 它是 我们小区幼儿园的现役中风 你们俩真是两口子 真的真的 你看我们还有照片呢 你看谁没事跟黑车司机拍情侣照啊 你看 就是 还真是哈 大姐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说你跟他 你图啥呀 你猜 这也不像个有钱人啊 太误致 姐之所以嫁给你大爷 那是因为 因为 我能因为点什么呢 因为那份 坚不可摧 至死不渝 犯不顾身的 同情度 好人哪姐 你这就是在做慈善哪 那不对呀 那刚才他说什么 拉谁我也不拉你 上车就走了 这怎么个剧情呢 我们俩吵架了 他一生气 他就不拉我了呗 因为啥吵架呀 他嫌我长得难看 配不上他 大爷 你疯了吧 你上哪找这么好看 你大姐去 哎呀我去这叫什么辈啊 我去这叫什么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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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年恋 不容易 老夫少奇 多开逼 他 他 大爷 珍惜吧 大姐 对付吧 再见 哎呀 这个画面 让我陶醉 再不躲开 我让你报废 那个 那个什么大妹子 就是刚才这事吧 说实话 谢谢你啊 我要不是着急见我女儿 我才不帮你撒了个谎呢 恶心他妈夸恶心 好恶心 着了 车灯又灭了 等会儿我下去 不用了 啊 行啊大妹子 一嗓子直接喊到远光了 赶紧开车 哎好 你能不能开快一点 够快的了 我已经标到二十万了 我遛狗都三十万 你放心大妹子 我保证让你十二点之前 见到你女儿 怎么又躺下了 我不再把油门踩到底吗 我 我头一次看见 开车还在坐卧铺的 鸡娃娃 我不姓鸡 娃娃 开点暖风 对不起 暖风坏了 如果你冷的话 我可以把面网都过来给你 不用不用 我不穿童装 大妹子 就你这种说话的语言风格 在我们东北容易挨揍啊 在深圳也不好过呀 而且 你们这儿有几个火车站呀 就一个呀 停车 嗯 这不是刚才我上车那地方吗 怎么又转回来了 你给我下来 你给我下来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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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拽我赛车服行不行 你要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 但是做人不能这么流氓 有我这么被动的流氓吗 我给 我女儿 我女儿 过年她加班回不了家 这我才大老远赶过来 想给孩子一个意外惊喜 没想到碰到你这么个黑心的司机 打年三十你都不休息 出来加班坑人呐 我坑你什么了 我要坑能领你随便转车吗 我直接跟你叫高架不就完了吗 嘿 你你还一颗黑心两手准备 不是我 我告诉你 有一辆车我绝不坐 嘿 哎出租车 出租车 等会儿 出租车 等会儿 停车 停 哎大姐 刚才不都给你两个人调节好了吗 这大货年子 你们两丑的这是干嘛呀 我跟她不是两口子 她是黑车司机 那个有跟黑车司机照情侣照的吗 对不对 说的对呀 大姐 做慈善 不能半途而废呀 我的 你没事了 快走吧 哎 哎哎 不停 走 走 哎 不是 哎 大姐 有什么事啊 咱们回家再说啊 警察控制 回去 这是我应该做的 祝你们二位新春快乐 我的 第一天上班就挽救了一场爱情 太害皮了 大妹子 感受到我们东北警察的热情没有 我都一年没见过我都一年没见过我女儿了 那有啥呀 我都五年没见到我儿子了 你儿子抓起来了 我儿在非洲 潜逃了 我儿子 我儿子在非洲工作年年说回来年年也没回整整五年了 哦 原来你是一个留守儿童 那叫空潮老人 我懂了 你出来开黑车 是为了攒钱买机票 去看儿子 我再跟你说一次 我不是黑车 我从来就没开过黑车 我今天特意出来趁着马路上车少人少 我练过车 知道为什么车少人少吗 都回家过年去了 我为什么不回家 家里就我一个人待不住 我寻思啊 把从我们家到机场这段路练熟了 等来年我儿子回来的时候 我开车去机场接他 去机场 去机场 你来火车站干嘛 这不迷路了吗 能怪我吗 你这智商也是九首的吧 大妹子 你有没有手机导航 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我保证十二点之前把你送到地儿 如果送不到 我就是鸡娃娃 过年了 鸡师傅 反正我也来不及了 我陪你过个年吧 什么 你陪我过个年 哎呦我的妈 这心里多少有点小happy呢 大妹子 还有酒 哎呀 太好了 一看你就是个讲究人呢 新年快乐 大妹子 新年快乐 大鸽子 好吗 我又改鸟了 为了 为了在外打拼 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们 为了眼巴巴 怕孩子回家的父母们 干 哎 哈 好笑 好笑 哦 好酒 爽 太好了 这好 你没喝呀 我不会喝酒呀 那你让我干什么呢 我就是客气客气 你这一客气我一瓶下去了 你电话 谁电话 你电话 我儿子来的电话 儿子 春节快乐 什么意外惊喜呀 什么 你回来了 好 等着 老爸这就回家 我彻底回不去了 你干嘛非逼我喝酒 我再开车属于酒驾了 不是 就你那车技 跟酒驾有什么区别吗 那也不行啊 没关系 我来看 咱们接上两个孩子 一起吃一顿团圆饭 太好了 大妹子 你女儿是单身吗 是 那你呢 也是 太害皮了 太惊悚了 等会儿 大妹子快跑 你想就只爱又来了 快快快快快 等会儿我 快快快快 我是来送饺子的 大爷 大姐 祝你们晚年幸福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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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别退货呀 亲呐 是因为那个差评的事吗 哎呀 喂 喂 那都是一场误会 你放心 亲 喂 喂 喂 那个我保证 亲 喂 喂 喂 一个差评当我多少事啊 今天又非把它消了不可 二零二就是这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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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是你 小豆包 大漂亮 哈哈哈哈 怕什么来什么 你是来跟我道歉的吗 道什么歉呢 咱们四合院拆迁那天 你的鸽子组团 在我车上拉肚子的事 五年前的事 你怎么还记得呀 不就在你车顶上拉点粪吗 你擦它不就行了吗 我开的是敞盆车 更要命的是挡风玻璃上 全是雨刷器这么一刮 呃 抹的那叫一个均匀 出胡同口 我就撞一三蹦子上了 什么 我那三蹦子是你撞的 这三蹦子是你的 对不起 对不起 你怎么不在上面呢 我找这元凶 整整找了五年了 没想到原来是你 哎 你说你讨厌不讨厌 我讨厌 咱俩一个院住了三十年 你每天早晨起来练唱歌 中午练霹雳舞 晚上敲架子鼓 生命不息 你是扰民不止啊 我都纳了闷了 这么些年 我就没见过你有个正经工作 哎哎哎 我办架子鼓培训班 这不算正经工作吗 哎呀 你那个培训班办的 六年就一个学员 那人还是你媳妇 哎哎哎 我还唱歌呢 哎呀 你那个歌唱的 跟吃了塑料袋似的 哎呀 那我我跳霹雳舞也正前呢 哎呀 你那个霹雳舞跳的 离远了一看还以为衣服件疯了呢 我不跟你说了 我不是找你的 我走错门了 我是来找一个叫王铁塔销差评的 什么差评啊 网购 网购是那些差评 打电话他不接 发短信他不回 非得比我亲自上门来求的 哼 再见 不 再也不接 刘布 不了 我就是王铁塔 那 那个 你怎么能叫这么一个网名啊 怎么了 大夫说我缺铁 那个大漂亮 对不起了啊 看在咱们三十年老街坊的份上 你就把那差评给消了呗 我要是不消呢 你要是不消的话 干嘛 用炮轰我呀 我哪敢轰你呀 你不轰我就不错了 这是我给你做的锦旗 哎呀 你看 塔哥放一巴 铁大亲我马 咋们念的 铁塔大哥亲放我一马吧 这是锦旗啊 还是聊天记录啊 我给你挂着啊 你别给我挂 你别给我挂 你挂你挂 得 我这就算挂了 哎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大漂亮 我们开个网店特别不容易 你知道一个差评 对一个店主来说意味着什么吗 那就好比我跳进游泳池里 那是灭顶之灾呀 就你 扎西链盆里也够呛 我就不明白了 这么点小事 你至于给个差评吗 小事 我明明定的是一条黄裙子 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换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我明明定一条黄裙子 为什么寄来一条紫裙子 颜色错了可以换吗 这么好看为什么要换呢 好看你为什么给差评啊 我明明定一条黄裙子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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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妈呀别绕 绕得我脑子都疼 大漂亮 如果你把这差评削了 我 我给你们家干活 我干活我 你擦两下灯我就答应你 我是阿拉丁啊 你们个别开网店的 太不靠谱了 夏天我买了一件游泳衣 绿色的下水它就掉色了 我刚游了半圈 就听岸上有人嘀咕 嘿 瞧那大姐还游呢 累得胆汁都吐出来了 质量太差 应该给它差评 我善良 我忍了 可上个月 我买了一个床头灯 声控的 该睡觉了 我就说灭灯 灭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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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亮着 亮一夜吗 后来我换了个口令 它灭了 你喊着啥呀 老公 拔茶销 太坑人了 给它差评 我善良 我又忍了 可前两天 一个商家又给我寄错了东西 你说 茫茫人海 这么多柔软的女子 干嘛咳着我一个人坑呢 不能再忍了 不忍我怎么办 给它差评 对 我就给了它差评 痛快 然后呢 然后那个商家就在这擦灯呢 大漂亮 这个网店是我跟我儿子联合开的 这也算是互联网创业吧 那个我儿子是学服装设计的 专门为你们这些老年 谁老年 老年轻老年轻 上了岁数小姑娘设计服装的 我还是老年吧 我来不及了 我得走了 我赶紧给你把差评削了 谢谢 谢谢 那个什么 那个大漂亮 这还有几句话你念的 澄清一下 麻烦了 麻烦了 来来 听我口令 准备 开始念 我是买家王铁塔 近日错把差评打 分不清楚紫和黄 只因我是大色盲 讲究 讲究人 肖差评是按红的还是按绿的 按绿的 按绿的 你干嘛按红的啊 只因我是大色盲 你是故意的 对吧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诚心的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我还得去参加喜马拉雅摩托大赛呢 那个喜马拉雅 如果你不消这个差评 我让你赶不上飞机 你信不 比赛就在楼下 我们小区叫喜马拉雅 敬酒不吃吃罚酒 当心我要你好看 那你多余了 我已经好看的 不要不要的了 好 既然你这个态度 我就住在你们家不走了 什么时候削 什么时候我走 耍无赖是不是 成 我这就给客服打电话 我投诉你 能咋的 关你网店 大漂亮啊 大漂亮网店不能关的 别管 你要关我就那个 你套秀掉了 这是我参加比赛的衣服 那这差评消不了了吧 你太乐观了吧 还惦记差评呢 我这都一直堵秀了 我也不投诉你了 太好了 我报警 别报警 别 别报警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蔡队长 真是 小高主任别着急 别着急怎么了 我能不着急吗 您这衣服您热了 我这 我 你赶快说什么事吧 那个咱们小区摩托队 那八套服装刚刚送到 可是 我明明定的是L号的 结果送来的全都是 叉叉叉叉叉叉叉L号的 这一穿上 大妈全变大妈带了 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大妈带 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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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 稳住大妈带 稳住大妈们 我来想办法 好 那我先走了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冷静冷静 冷静一点 我有办法 你有什么办法 我跟我老伴打电话 两个老伴 这是我老伴 这是我儿子 老伴稍等一下啊 儿子 赶紧去咱们家库房 挑拔套L号的礼服 交给你妈 老伴 拿到礼服之后 火速送到喜马拉雅 什么爬不上去啊 送到喜马拉雅小区 儿子 这事十万火鸡 老伴 十分钟之内 必须送到 快 执行我的命令 搞定 嗨嗨嗨 电话通了吗 你吹呢吧 十分钟之内肯定送到啊 来来来 你赶紧坐下 坐下 干嘛 我把你套袖给你缝上 你会吗 你还我会吗 呦 还随身带着针线 你以为创业那么容易啊 啥活都得会干 小心别扎着 我不怕扎 我怕你扎着我 就你这个人吧 你你 就你这个人哪 你 你这是放风筝呢 你把那线弄短点不就完了吗 这样不省事吗 就你这智商 在网店也就打个包吧 不止打包 我还打字呢 我还在网上 负责跟客户聊天 就你 打字特慢吧 想打个新年好 等发出去该吃月饼了 打字慢是最要的 关键总打错别字 闹出老多笑话了 有一回一个老太太 第一次网购 我想说 您有什么问题 随时问我 结果打成了 您有什么问题 随时吻我 这不逗手 我给你讲个逗点 有一回一个老头 为他老伴 箱中了一套衣服 他网银里没有钱了 我想说 您能获到付款吗 结果打成了 您能活到付款吗 这个也不逗手 我给你讲个绝对逗的 还有一回啊 不是 我还没说呢 你笑什么呢 随时吻我 这反应有失差呀 这反应 笑死我 不管怎么说 自从开了这网店之后 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以前是成天混日子 越混越没劲 现在呢 虽然真的很累 但累得非常充实 以前街坊邻居 都不待见我 现在天南海北的朋友 都给我打好评 那小心一不留神 就赢来了 开店以来 第一个差评 要谁这么讨厌呢 要我这么讨厌呢 这也不能完全怪你 首先是我们的错误 我再次给你道歉 大漂亮 对不起了啊 活到付款 火星的失差呀这是 蔡队长 太吓人 蔡队长 躲过一劫呀 怎么了 怎么样怎么样 太神奇了 咱们的服装都解决了 有一个阿姨啊 送来了八套 特别漂亮的礼服 这一穿上 大麻袋又变回大模特了 蔡队长 您太厉害了 不不不不 不是我厉害 是她厉害 居然有一人呢 小刀包 这个差评 我给你削了 不光是为衣服 更重要的是 为你这个人 削差评 而且以后 我给你网店 免费当模特 太好了 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蔡队长 快走 用不用我陪你 不是我当时 我可以照顾 就等你了 我叫你那五啊 走了 我老邻居在里边呢 对对对 人呢 什么时候走的呀 哎呀 差平小了 鼻子肿了 等我一会儿 哎呀 等我一会儿 好的 谢谢 谢谢 哎 多大点事啊 我年轻的时候 很多男人 见着我都是一 关键是 这老头啊 记着自己有老伴 但是忘了自己老伴 长什么模样了 找不着老伴 他就不吃饭 三天了 喂他什么他都不吃 没办法来找您来了吗 吃我呀 不是 我想请您啊 去假装讨老伴 劝他吃饭 哎 咱们敬老院 那么些老太太 干嘛非得我去啊 关键这老头 记得他老伴 有三个特点呢 你看啊 温柔贤惠 张大妈去 身体健壮 李大妈去 关键是特别漂亮 扶我起来 您同意了 没办法 颜值越高 责任越大 哎 来了来了 您 您好 请问 您是我老伴吗 不是啊 您失忆了吧 快坐快坐 您 您 您好 请问 您是我老大老爷们啊 大老爷们啊 你 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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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慢点慢点 干啥呀 快说您稍等啊 您稍等啊 蔡阿姨 您看 就是她 扶我回去 为什么呀 就她 当我老伴 当我街坊 我都得搬家 蔡阿姨 颜值越高 责任越大嘛 好吧好吧 潘叔 您看 这是谁 你好 我是你的老伴 你可拉倒吧 你不是我老伴 我老伴比你漂亮多了 这不是失忆 这是疯了 再见 蔡阿姨 蔡阿姨 她失忆了 您别往心里去 这还比我漂亮 就她那模样 还能娶着媳妇 娶个快递人 都不一定给她 不是我这模样咋了 我这模样咋了 当年人称东北小飞翔 不像吗 像一半 哪一半 翔 你 院长 她说什么意思 好尴尬呀 蔡阿姨 咱们继续吧 她没救了 您的事 你还没尽力呢 好吧好吧 给我 吃一口吧 不吃 我尽力了 蔡阿姨 你稍等啊 潘叔 人都说是您老伴 怎么还不吃啊 不对 有瑕疵 既然你说她是我老伴 我就考考她 我把所有想起来的事 我都记我这小本事了 好好好 蔡阿姨有希望啊 希望也是渺茫的 希望也是渺茫的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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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咱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在干嘛 产驴粪 盗墓 挖出一头驴 哎呀 又给活埋了 哎呀 哎呀 怎么蔡你那么血腥呢 总不会是铲驴粪吧 对了 你说对了 当时我就是在铲驴粪 而且我在驴圈里昏过去了 请问 为什么 你脑子让驴给剃了呗 蔡阿姨怎么说话呢 你怎么说话呢 她说对了 我当时脑子就是被驴给剃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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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把我抢救过来的 而且还给我做了人工呼吸 我救了你 对 你娶了我 没错 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呢 院长 这绝对不是我老爸 说话太气人了 哎呀 哎呀 我这咋的哎呀 蔡阿姨你看这是饿的 再不吃饭出人命了 哎呀 我这样我让你再换一道题 好好好 潘叔您换一道啊 就你们两个人之道题 比方说 谈恋爱的时候 受到家里的阻挠啊 对 当时我们家不同意 哦 当时是你们家不同意 你们家还不同意 哎 是他妈妈不同意 当时啊 是这样事的 哎呀 你喜欢他什么呢 呵呵 长得好看 啊长得好看啊 那姑娘啊 你喜欢他什么呢 长得好看 蔡阿姨你在干嘛呀 说瞎话 是要糟了一批的 蔡阿姨 你注意态度你 你快点吧 好好好 儿啊 长眼道 丑妻才是家中宝 长成这样呢 肯定跑 找媳妇就得找你妈这样的 妈 我也想啊 关键长胡子的小姑娘 不好找啊 潘叔 咱不情景在线呢嘛 后来呢 我妈不同意 咦 咱俩私奔吧 好吧 咦 咱俩分头私奔吧 站住 院长 私奔在分头的吗 潘叔 要不咱们再换一道题 结婚第二天 您出差去外地 老伴来送您 这样咱们再情景在线一下 您假装出门 好 蔡阿姨 您送一送吗 我得送她 对对对 糟你 快叔没事吧 蔡阿姨 温柔一点 结婚第二天 结婚第二天 对 人家舍不得让你走了啦 臨别之前咱们是不是得拥抱一下呀 人家想从背后抱抱你了啦 哎呀我去 长得挺浪漫 咱一股烟味 哎呀你谁呀 哎呀妈你过来送送你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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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你妈妈都代替了 不是啊拥抱只要让人不能代替 快说快说快说 快说 拥抱啊 咱们能 过去了过去了咱们换一道题 换一道题 行那我再考考它 好好好 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咱俩第一次送儿子去幼儿园这件事 我跟他还有一儿子 那得长成什么样啊 妈妈 对就这样吗 老公长得这么小 儿子长得这么老 让我失忆好不好 妈妈 我这是生了个肺肺吗 妈妈 我不想去幼儿园 儿子 你三岁了 妈妈得送你去动物园 幼儿园 妈妈 我怕他们欺负我 儿子 不要害怕 向爸爸学习 要学会用智慧 对 你爸爸小时候可聪明了 他出去放牛 怕牛丢了 就想出一个好主意 我把牵牛那绳 直接绑我腰上了 那后来呢 你我和你爸爸就一块丢了 对了 你说对了 当时就是这么个事 您怎么知道的 我哪知道 我就痛快痛快嘴 他好混 现在相信我是你老伴了吧 相信了 吃饭去吧 走跟我一起回家吧 为什么呀 你不是我老伴吗 古人云 老伴归老伴 别老在一块 院长 解释一下 这是哪个古人虾云的 我问问 蔡阿姨 这回我真的尽力了 蔡阿姨 咱敬老院 连续三年的最佳敬老院了 潘叔要饿坏了 咱们这荣誉 就让给对面敬老院了 那让他搬到对面 霍霍他们去 不行 他就是从对面帮过来的 妈妈 好好好 我再坚持一块 我不吃饭 我饿死吃饭 潘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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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您开玩笑呢 他就是您老伴 不对 有虾吃 我再考考他 我问你 你还记不记得 八八年 我在葫芦岛 为什么嚎啕大哭 你在葫芦岛哭什么呀 让葫芦娃给揍了 八八年 我下海经商 看别人捣的热带鱼 挣大钱 于是我倾家荡产 进了一大批热带鱼 当我去葫芦岛接货的时候 我怕我那热带鱼冻死了 我就整了半冬开水 哗到鱼缸里了 那鱼高兴的 上窜下跳的 可是我还是晚了一步 最后我那鱼还是死了 你那鱼不是死了 是熟了 可是我的钱都没了 哎呀 钱没了 人还在呀 下回争取啊 钱还在 人没了 不对吧 媳妇啊 我现在身无分门的是个穷钢蛋了 咱俩离婚吧 那个现在我就是个窝囊废人 别这么说 你原来也是 给你 这是咱们家最值钱的东西 你拿着吧 不行 这是咱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的礼物 不能要 拿着 不行 这是你的东西 什么你的我的 连你都是我的 心若在 余旧在 大不了 从头再来 对了 对了 88年你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老伴啊 你终于想起来了 太不容易了 我好嫉妒 你干什么呀你 我有老伴 对 就是我 咱俩才认识五分钟 我跟我老伴都生活五十年了 想当年他们家不同意我们结婚 他拉着我就私奔 我们跑到火车站才发现 买的是船票 这是我老伴 结婚第二天 他就要出远门了 怕我一个人在家不安全 给我弄了那么 大一条狼狗趴在门口 得 坏人是进不来了 我这好人也出不去了 这是我老伴 我生完儿子以后 需要补身体 他就用大棉袄换了红糖 大冬天呢 光着膀子跑回家 那糖是冰凉的 可我这心是滚烫的 这是我老伴 88年他做生意失败以后 我们俩就出去摆摊 有个坏人要欺负我 他一个箭步冲上去 拿起头 啪就往自己胳膊上砍 坏人假跑了 可他的胳膊上 留下了这么大一个疤 这是我 老伴 帮你老伴 帮你老伴 手发发了 没错 老伴 失忆的不是我 是你 你都失忆一年了 对 从那次意外到今天 已经整整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 潘叔想尽各种办法 帮助您恢复记忆 跟着一提潘叔是您老伴 你马上就混过去 大夫说这几天 是你病情好转的关键期 于是我跟院长就想出了 这么个办法 来刺激你的回忆 院长啊 没想到今天还真成功了 要是我今天还想不起来呢 没关系没关系 你一天想不起来 我陪你一天 你一辈子想不起来 我陪你一辈子 我还没被你欺负够呢 你为什么不吃饭啊 你饿死了 我欺负谁去啊 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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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想起来真是太好了 太不容易了 您终于恢复记忆了 是啊是啊 是 你谁啊 这位是 哦 我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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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坏了坏了 又乱了 没关系 没关系 慢慢来 只要他想起来了 我是他老伴 这就行了 好好好好 老伴啊 老伴 老伴 喊什么呀我又没聋 你爸太黏人了 老伴啊 为了唤醒你的回忆啊 院长没少帮忙啊 是啊 儿子 咱们谢谢院长去 潘儒 好尴尬啊 继续配合 好 妈妈 爸爸 走 咱们一起去 谢谢院长 objects 慈祝 贵 acquaint ' 咱们